瀑布 我要介紹的是藉由生冠土的遊戲 讓學生會造作流氧動物面臨的困境 首先介紹這個活動的原理 生冠土遊戲 他是類似於大工的遊戲 他的玩法就是你在路線上監禮一些事件 然後取得一些類似經驗值 類似能力的東西 然後直到終點檔 那個以前的遊戲方法是得到關位 然後我們這裡是達到終點 一個原理是角色扮演教學法 藉由讓學生參與情境 投入情境裡面 以看守問題 經病問題來講出解決的策略 那活動目的希望說藉由參與聖關圖遊戲 參與的人可以體會到 由到動物面臨的困境以及對人會帶來什麼不便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讓參與的人知道說 原來動保團體 動保團體接手這些地方 動保團體可以為他們有什麼協助 以及動保團體會面臨到什麼困境 那這個是遊戲的版面 欸 好像是小的 你講我沒講 這是我們遊戲的版面 主要有起點產生儀器 然後轉折點接手 以及最後的終點 喜鋒收養 中間有機會命運 然後機會命運是會在抽籤 那這個遊戲規則是從產到儀器 這個起點開始進行旅程 在機會命運的時候進行 在機會命運的時候抽籤 那後面有簽條的解說 動保接手是兩個不同情境的分界 然後到達其中所養為勝利者 而且這個遊戲它簽條的設計 簽條的設計就連是 就連地 沒有 剛接觸動保團體對動保團體 流浪動物沒概念的人也可以來玩 好 那這個是簽條的介紹 在流浪動物的方面有 好 那個我前面補充一下 這個是7乘7的方格在 7乘7的方格在做 如果人數多一點或者是時間想完久一點的話 我還可以把它用成9乘9或者是11乘11這樣這樣子 因為就是讓它維持基數格可以設計 因為我在畫的時候 把9個數格不好畫 OK 然後流浪事件的簽條包含說 包含說 流浪的事件呢 包含說都會翻找垃圾 就翻垃圾的問題 排泄物問題以及叫聲擾紋的問題 甚至一些他們因為地盤性 會有追車咬人的問題 這些事件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比較人為的因素 橡皮筋捕獸甲這些 還可以介紹說橡皮筋狗的成因 還有後面還可以介紹說一些新聞人事件 例如說牧石毒爾或者牧石毒爾這一類 還有就是後面大量膽子以及遭追捕的問題 後面還可以帶入學生說 TNR捕捉結紮放養 這個對流浪動物施行來說很有成效的 很少流浪動物的方法 好 那後面中途簽代表就是 當動保團體接手後 對流浪動物他們的記憶有什麼改變 譬如說像遇到疾病的時候 像我們在處理這些 像我對動保團體經歷這些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皮膚病或者是一些疾病就需要一點時間 讓他們療養 所以這裡是設計說護住後退或只是暫停的 也有遇到說超過收容上限 我們沒有那麼多空間可以收的問題 所以可能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行政方面的問題了啦 以及收益結紮的部分可以介紹到說 剛才提到的捕捉結紮放養有效減少流浪狗的數量 因為這樣流浪狗或者是流浪貓 結紮之後放回原地 它會因為地盤性 所以那個地方的流浪貓狗就不會再增加 以及我們最後介紹到認養活動 當然認養這真的是很平運性的一個活動了 然後再結紮個 那結紮那時候結紮黑 反正就是我們照顧他們同學 也希望他們有個溫暖的歸數 好 那當初這個遊戲在玩的時候 參與的很多時候真的有體會到流浪的感覺 好 那介紹到這些給大家 有死掉的錢嗎 那個我們有那個有設計說 當被那個當被清潔隊抓到 那個捕捉失敗就退回七點 可是這樣他不會死掉 那是一直的頭帶啊 就沒有啊 就那個遊戲可以一直很棒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